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密件曝光 北京下作手段令人好笑 習近平的一番苦心踢到鐵板 詭異 公務員都做這事 習近平危險 羽茂稱 中共變態把梅西變成超級反派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2月16日 星期五 也是大年初期 送走窮神 迎財神 祝您新的一年 財源滾滾來 事業有成福心照 積德行善 家業心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信件曝光 北京下作手段令人好笑 帕勞總統會數人竟是致函美國聯邦參議員的信件曝光 中央社報導 美國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員帕斯卡爾 稍早於社交媒體X平台發文指出 會數人就美方急需通過自由加盟協約援助款儀式 致函不具名美國聯邦參議員 會數人則在X平台轉貼這則發文 帕斯卡爾表示 這份2月9日寄出的信件描述中共向帕勞提議斷絕跟美國和台灣的邦交 其中包括中共已經提出要在我們以旅遊業為基礎的民間部門 訂滿每一個飯店房間 如果蓋越多 就會訂更多 中共還提議 每年以2000萬美元的價格 營運帕勞當地占地2英姆的客服中心 信中內容還寫道 我們的島嶼使美國能對夏威夷和亞洲之間的海域及空域進行戰略控制 其中包括中共寄予的航道 可有效把美國基於軍事目標的邊界延伸至亞洲 會數人說 只要美國國會一天不通過COFA原款 就鄭重到中國共產黨下懷 就會讓部分親共的趴勞人士得逞 接受中共看似有吸引力的經濟倡議 而代價就是轉變聯盟陣營 且是從犧牲台灣開始 習近平的一番苦心踢到鐵板 為了配合中共要習慣過緊日子的號召 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今年1月中旬發表一篇署名文章指出 習慣兩個字 既道出了黨政機關艱苦奮鬥 過緊日子的極端重要性 也強調了過緊日子並非一時之需 權宜之計 而是需要長期堅持的原則和方針 中國之春主編盛雪女士指出 習近平喜歡的是共產原教旨主義那樣的一種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 現在不得不一再地強調要過緊日子了 這的確說明中共現在整體的經濟形勢非常糟糕 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張小剛指出 中共這種極權官僚體制 他們要自己想辦法找錢買賣土地 或者其他方式對老百姓的壓榨來維持開支 在家要花大量的資金去維穩 所以政府的開支越來越高 特別是很多地方政府 他們要自己用房市等去維持他們的開支 造成了很多地方政府欠債 地方政府本質上已經破產 不過 觀察人士指出 這種一股分飾的貫徹和落實中央決定的做法 來也匆匆 去也匆匆 上邊提出的要習慣過緊日子的號召 在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和政府機構中難以持之以恆地實行 要這些人去習慣過緊日子 根本不可行 也不可能 因為這些人的權利一旦沒有了以往的油水 勢必會導致消極貸工等反效果 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最新政策簡報估計 中國本次免除非洲對華無錫貸款債務規模 介於4500萬美元到6.1億美元之間 盛雪說 中共從始至終是一個政治利益掛帥的團夥 不要說現在中共還有一些能力 還有一些資源 可以讓他們繼續去對外揮霍 即使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時代 當中國人過著非常貧困 極度貧困生活的時候 中共對外的所謂援助 或者是在國際關係當中去收買對它支持的那些國家 也從來沒有手軟過 詭異 公務員都做這事 習近平危險 時評人士秦鵬說 最近在中國微博 微信群和朋友圈 經常看到很多人在推薦首爾之春 感覺不可思議 甚至感覺蠻詭異的 更離奇的 還在於很多中國網友推薦的時候 措辭和語氣也非常微妙 該電影是2023年韓國電影票房冠軍 是一部關於政變的電影 而且是根據真實的韓國歷史改編的 講述的是1979年10月26日 韓國總統朴正希遇刺 終結了長達18年的獨裁統治 人們期待 這將很快開啟韓國民主化的春天 秦鵬說 在習近平擔心政變 連給老幹部們搞個新年團拜會 都要派中南海保鏢坐在附近 一桌一個看著那些老傢伙們的今天 這樣的話題居然可以大張旗鼓地討論和宣傳 當然十分詭異 最近多個渠道的消息透露出 中國大陸體制內的人 今年拜年的時候 不流行像往年那樣說新年快樂 而是幾乎清一色地發除夕快樂 人們都在等待1976年的到來 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段歷史該終結了 歷朝歷代 政變一方最害怕的是什麼 下不定決心或者半途而廢 而在首爾之春這部電影中 類似的局面也多次出現 政變的拳鬥患顯像還生 手下多次打退堂鼓 但是 靠著拳鬥患的野心和蕭雄氣概 最終都堅持下來 中共做文藝宣傳一向講究正能量 就是不希望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傳遞出來 現在 這樣一部赤裸裸宣稱政變者獲勝的電影 把政變者如何克服恐懼的心理衝突 完整地呈現給觀眾 在現在人心思變的中國 怎麼可以大力推廣呢? 還有很多網友 同時在推薦關於韓國民主化的一系列電影 秦鵬表示 這些電影每一部都是經典 但是和中國現實對照起來 每一部又是鮮明的對比 就像一束光 照出中共統治的黑暗 和人們心目中的渴望 所以這部首爾之春異常火爆 是因為當局的審查者後知後覺 還是因為有人故意放水呢?無法確定 但是 毫無疑問 這部電影給人們帶來希望 也會讓那些躲在角落裡 準備司機而動的政變者下定決心 在內外憂患民心思變的大背景下 中國網絡廣傳政變影片 是不是會觸發對習近平不利的 更加激烈的高層鬥爭呢? 我們仔細看好了 許茂春 中共變態把梅西變成超級反派 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 許茂春2月14日在華盛頓時報撰文說 最近圍繞梅西缺席香港足球比賽 引發的軒然大波 有力地說明了中共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執 和政治精神分裂症 這場爭議的核心在於中國共產黨 對國際社會的深刻懷疑 其根源在於共產黨總是相信存在 破壞共產黨政權的陰謀 而且這種陰謀是普遍存在和預謀好了的 余茂春說 中共媒體背後的原因有兩個 首先 中共領導人對阿根廷近期政治事態發展不滿 對梅西不上場的反應跟著是密不可分的 阿根廷新當選總統哈維爾米萊倡導自由市場 他從執政多年的左翼政治勢力手中接棒 米萊明確拒絕社會主義 並反對阿根廷加入金磚國家聯盟 金磚國家聯盟是北京主導的 希望取代西方經濟主導地位 米萊的表態對中共影響力構成了直接挑戰 梅西作為阿根廷身份的全球足球明星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捲入了中共的這場意識形態鬥爭 北京把他不在香港踢球解讀為一種蓄意的反抗行為 和反對中共政治野心的表白 余茂春說 今天是大年初期 辭救贏心 送窮贏腹 祝福你新的一年禮 吉星高照 豪運連連 過年期間 我們會發表一些精選節目到副頻道的深度世界欄目中來 19日會恢復副頻道的日常每日一根 感謝每一位朋友對阿波羅網及我們團隊的溫暖祝福和不懈支持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等等 我們t… 我們